Hello 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缅甸的涛 这几天缅甸发生了一件大事 缅甸现在有一些大的城市 有很多的缅甸人在示威游行 有的新闻甚至报道缅甸将要政变 看到这个新闻我也是吓了一跳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游行呢 主要原因就是两大党派之间的斗争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缅甸的这两个党派 缅甸最大的两个党派 一个是民盟 还有一个是拱发党 缅甸的民众大多数是支持民盟的 但是民盟权力很小 另外一个是由缅甸军队支持的拱发党 现在缅甸是民盟执政 民盟虽然有缅甸大多数的民众支持 但是他们的权力却不是很大 相反支持拱发党的民众很少 但是因为有军方支持 反而是拱发党在缅甸的权力更大 这次示威游行的主要原因是 军方说这次选举存在舞弊行为 要求政府方面澄清这件事情 否则军方不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 然后拱发党和民盟双方派出代表开始谈判 军方要求政府方面在没有解决问题之前 延期举办新一届的国会 但是民盟说这次选举是民意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做出交易或者妥协 所以这次谈判双方就没有达成一致 昨天早上大批的拱发党和军方的支持者 他就开着这个车 到了国家的最高法院和选委会总部 示威抗议 但途中被警方拦截下来了 军方为了让民众妥协 甚至派出军队开着装甲车进入各个大城市示威 逼迫民盟做出让步 所以有的人看到军方开着卡车进城 就以为缅甸是要政变 但其实不是 事情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一下 在缅甸的中国同胞 这几天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去 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记得关注我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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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